狙击手牢牢锁定眼前的目标 带大巴车一个急停 果断扣下扳机 子弹穿透玻璃 将里面的恐怖分子击毙 被当作人质的特战队员 瞅准机会跳下汽车 迅速躲进隔壁的大楼内 他并不是在逃命 而是身上绑着炸弹 为了防止爆炸波及到其他人 所以才做出这样的牺牲行为 万幸的是 特战队员成功拆除炸弹 另一边 人质也全部被解救出来 这名英勇的特战队员名叫伊尔 军方尚未很赞赏这种行为 便给他特批一个月假期 伊尔很高兴 他带着礼物来到饭店 因为今天还是个特殊的日子 伊尔父亲的生日 就在众人端起酒杯 共同庆祝这一美好时刻时 一群身着制服的国家调查员 走进屋内 为首的尤里亚 准备以贪污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罪名 将伊尔父亲逮捕 他是国防情报局的负责人 按理来说 不可能做出这种违背法律的事情 伊尔上前表示 这其中一定有误会 然而尤里亚直接下令 让手下强行带走伊尔父亲 伊尔果断拿出手 两拳摆平对方 其父健壮 担心儿子会继续闹下去 于是跟着尤里亚离开现场 伊尔应动手殴打公职人员 被关在监狱之中 好在他和应急部有关系 在应急部部长兼好友的帮助下 这才被保释出来 对方告诉伊尔 当地有许多企业联合起来 举报你父亲有犯罪行为 而且 千万别被尤里亚年轻的外表所迷惑 他实际上争强好胜 是个十分难缠的对手 好友答应伊尔 会不惜一切代价 帮助他救出父亲 尤里亚雷厉风行 第二天 就把伊尔父亲带到法院进行审判 经过法官一审判决 被告人需要执行 积押入狱的预防措施 如今 留给伊尔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需要赶紧找到父亲被诬陷的证据 这样才能将其救出 伊尔申请退役 并要求加入应急小组 担任组长一职 这样一来 就不需要再回军队服役 并且还能凭此身份 获得许多特权 这天 他们在执行时 收到一家矿业公司遭到袭击的信息 伊尔立刻带队前往目的地 发现监控视频没有信号 随即来到中央机房 发现网线插头被人破坏 队友表示 自己需要20分钟 才能将其修复 趁这个时间 伊尔在大楼内进行巡逻 发现刚下班的公司首席执行官 他二话不说 上前将其拿下 并带到监控面前 这时 监控已经修复完毕 一名可疑男子进入视野之中 执行官一眼就认出对方身份 表示此人就是个神经病 经常以环保的名义 来骚扰公司员工 见凶手浮出水面 执行官离开公司 准备开车下班回家 就在他走后不久 又有一名可疑男子打伤警员 从大楼内冲出 伊尔火速追击 并从背后偷袭得手 男子身上的文件散落一地 他来不及整理 迅速摆出进攻姿态 没想到 对方是个练家子 凌厉的进攻 净打的伊尔难以招架 最终摆脱追捕成功逃脱 另一边 执行官来到停车场 还没等上车 就被黑衣男挟持 应急小组的队员 通过监控发现这一情况 立刻汇报给伊尔 他第一时间赶到停车场 先用打火机启动灭火装置 让黑衣男冷静一下 然后上前劝阻 趁其不备 突然发难 男子见自己行动失败 拔腿就跑 伊尔穷追不舍 这个黑衣人比前者逊色不少 他根本不是伊尔的对手 很快就被摁倒在地 伊尔将黑衣人带到执行官面前 对方表示 这就是刚才提到的精神病 那这人的身份能够确认 可第一个身手叫好的神秘男人是谁呢 精神病患者没有隐瞒 他表示 是对方找到自己 主动提出进行这场袭击 至于另外一人有什么目的 他不得而知 就在伊尔询问对方时 尤利亚带人闯了进来 他发现 柜子里的文件少了一份 看来 对方的目的是拿到这封文件 伊尔没有停留 通过多方打听 得知另外一个神秘男子的行踪 殊不知 尤利亚已经在暗中派出手下 时刻监视着伊尔的一举一动 伊尔来到郊外 不由分说 对着这位光头神秘男子展开进攻 之前 伊尔由于穿着厚重的装备 才落入下风 这一次 他轻装上阵 凭借灵活的身法 轻松将其拿下 伊尔知道对方是个硬茬子 所以准备严刑逼供 这时 尤利亚又来捣乱 大批警察迅速将这里包围 伊尔只能束手就擒 尤利亚认为 伊尔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 都是要解救其父亲 他劝其省省力气 不要再做无用功了 于是便将其放走 在回家的路上 伊尔越想越不对劲 他怀疑 自己已经被尤利亚监视 否则对方不可能 每次都在第一时间捕捉到自己的踪迹 果不其然 第二天 伊尔发现在楼下监视自己的调查员 突然灵机一动 将手里的玻璃杯丢了下去 调查员身边的汽车发出警报声 车主赶忙出来查看情况 还以为是调查员想搞破坏 双方随即发生争吵 伊尔则趁此机会从后门溜出 为了不被对方的定位装置追查到 干脆把手机也留在家中 调查员解决完纷争 回到车内 发现定位装置没有移动 便放下心来继续蹲守 另一边 光头被释放 伊尔一路尾随对方 来到一间破旧的汽车仓库 他发现光头在汽车内 准备把偷窃来的公司情报卖给对方 伊尔随即冲上前去 对着驾驶员重拳出击 光头健壮 赶忙出来拉架 驾驶员一脚油门 想杀人灭口 伊尔反应神速 躲过一劫 而光头当场死亡 伊尔定睛一看 这才发现 坐在驾驶座上的 正是警察局局长 见自己身份暴露 他本想痛下杀手 然而 既漂亮的甩尾离开现场 警方很快抵达现场 伊尔被带回警局 将事实全盘拖出 尤利亚立刻带人前去调查 然而 局长早就准备好说辞 把这口黑锅 全部甩到自己的司机身上 最终 司机代替局长被调查员带走 伊尔知道局长接下来 肯定还会有所行动 便一路尾随对方 发现他正准备雇佣一个黑帮团体 来针对自己 伊尔虽说是特种部队出身 但俗话说乱权打死老师傅 更何况黑帮成员出手不讲章法 伊尔一步留审 被敌人偷袭得手 跑在附近传来警笛声音 这才帮他解了围 没有局长的踪迹 伊尔转身找到公司的执行官 他怀疑 局长是想从办公室内得到什么东西 执行官表示 局长才是那个利用职务质别 向各大公司收取保护费的人 他拿走的那份材料 正是其收受贿赂的证据 而伊尔的父亲是个好人 曾帮助不少公司 摆脱警察局长的麻烦 但如今他锒铛入狱 许多公司是去靠山 所以不敢站出来发声 因为害怕遭到局长的打击报复 执行官位高权重 更看重自身生命的价值 所以在帮助伊尔这件事上 只能表示尽力而为 就在伊尔为自己父亲忙得焦头烂额时 意外再次发生 两名年轻人抢劫了一家枪垫 并把老板挟持作为人质 伊尔所在的应急小组迅速赶到现场 年轻人不讲武德 一枪打爆车灯 伊尔见对方年纪轻轻 便动了恻隐之心 他想知道对方出于什么目的 才选择干这种违法犯罪的事 年轻人表示 他的父亲被人诬陷赵氏逃逸 而被警方非法逮捕 年轻人唯一的诉求 就是想要让父亲获得自由 这时警察局长带队赶到 这名年轻人果断退守店内 在紧急事态面前 伊尔暂且放下与局长的仇恨 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告诉对方 并表示这其中肯定有猫腻 当即就要去调查 有关赵氏逃逸的案件 当时有一名行人死在事故现场 根据身份辨别 发现死者是一位龙头企业家的亲弟弟 然而 年轻人的父亲对法院的指控全部认罪 最终被判刑入狱 伊尔感觉案件不简单 他要去找企业家问个明白 在行动前 他嘱咐年轻人 在自己回来之前 不要让任何人进入枪垫 接着 伊尔隔着铁门解决掉门位 然后马不停蹄地来到办公大楼 他让两个队员手们 自己去找企业家问个清楚 保镖们赤手空拳 从没见过这么大阵仗 面对持枪的应急小组队员 自然是不敢靠近 这边伊尔找到企业家 稍加威胁和恐吓 对方就如同捣豆子一般 把真相说出来 他的弟弟不学无术 想要敲诈勒索自己手里企业的股份 忍无可忍的企业家设计干掉弟弟 并栽赃到年轻人的父亲身上 录下想要的答案后 伊尔准备带着企业家 前去案发现场 另一边 局长见伊尔没有踪影 于是自作主张联系特警部队增援 并且又让黑帮想办法搞掉伊尔 这边 伊尔在半路上遭到黑帮的围追堵截 由于汽车性能不佳 被堵在树林之中 黑帮混混拿着手枪 在行车记录以前 将企业家暴打一顿 他想打死企业家 然后嫁祸到伊尔头上 眼见企业家要被活活打死 伊尔果断出手 抢下手枪名枪示警 场面局势两极反转 伊尔打坏汽车轮胎 开着现场唯一一辆完好的SUV 带着企业家逃之夭夭 他急忙给尤利亚打去电话 让他把正在服刑的年轻人父亲接触 枪电门前 局长和特警正准备进行正面强攻 伊尔和尤利亚 相继开车赶到现场 在他亮明身份后 要求停止行动 接着 年轻人的父亲走下汽车 依靠伊尔的帮助 他得以洗脱嫌疑 可孩子们却因此犯下罪行 最终 这场突发事故 以无人伤亡的结局 画上一个圆满句号 尤利亚和伊尔脸上都露出笑容 这天 伊尔在执行时再次碰到紧急情况 有一个窃贼抢了金电的珠宝 根据监控显示 基本可以判断 面前的乡士货车存在重大嫌疑 伊尔暴力破窗 从中找到一个空袋子 很显然 嫌疑人已经带走脏物 但一个健身俱乐部的钥匙口 暴露了他的踪迹 伊尔来到俱乐部 开始对顾客进行逐个比对 小偷见状 拔腿就跑 被伊尔当场制服 而他的保温杯里 装的全部都是金手式 伊尔物归原主 金电老板向伊尔表示胆谢 这时 对讲机内传来一家公寓的位置 金电老板一听 这就是自己所居住的公寓 双方一前一后 向着目的地出发 公寓内传来警报器的声音 伊尔掏出手枪 挨个房屋进行检查 发现地板有个大洞 伊尔判断 抢劫金电不过是障眼法而已 对方真正的目标肯定是这里 金电老板赶回家中 经过一番检查 发现家里并没有丢什么东西 看样子是虚惊一场 这时 楼下走出一个与金电老板相似的男人 站在外面守卫的警方 还以为是老板本人 当他来到楼上 发现老板还在屋内时 便出烟调侃 警员的反应引起伊尔的注意 他认为 金电老板隐瞒什么重要信息 于是 无故对方阻拦 强行进屋开始搜查 伊尔发现地上的合照 便判断金电老板应该有个兄弟 对方建议瞒不下去 便表示自己确实有一个哥哥 而家里的的确确 丢了一个非常贵重的戒指 他不想让哥哥蹲监狱 便哀求伊尔 不要写报告 这是他们家族的内部矛盾 外人不必插手 话说到这个份上 伊尔也很识趣地离开 但追求真相的性格 让他不愿意就这样放弃 通过查询接到探头 发现老板哥哥上了一辆出租车 再根据出租车司机提供的线索 成功找到老板的哥哥 对方见状 拔腿就跑 伊尔刚要去追 怎料女房东突然拔枪对准伊尔 表示她不是一个小偷 伊尔丝毫不拒 一把夺过对方手枪 表示自己会将事情 调查个水落石出的 原来这位女房东是金电老板的妹妹 她亲眼目睹 金电老板杀害自己父亲的权过程 而归根结底 就是因为这枚戒指 她代表着家族的地位 金电老板想掌管家族 所以才迫切地想拿到这枚戒指 看样子女房东不像是在撒谎 伊尔将其带回车内进行保护 画面一转 伊尔带人来到金电老板的公寓 发现这里人去楼空 如此一来 对方确实有重大作案嫌疑 伊尔从女房东嘴里得知 两兄弟最有可能会去外婆家 随即带人对目的地周围进行不恐 果不其然 金电老板和其哥哥一起出现 老板掏出匕首 威胁对方交出戒指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伊尔从旁杀出 老板挣脱束缚后 拔腿就跑 没想到半路上被汽车当场撞死 而那枚戒指也遗落在身旁 原来戒指根本就没丢 都是金电老板贼喊捉贼 她不过是想找个借口 以正当理由除掉 家族争夺者的对手罢了 由于盗窃案当事人没有要求提交报告 所以不存在偷窃一说 女房东则需要为对方的谋杀行为作证 这起案件就此画上句号 尤利亚对伊尔的行为大家赞赏 她成功根据汽车的监控画面 查到黑帮混混的身份信息 对方是一个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的人 甚至还亲手杀害其亲生母亲 不过她和警察局长的关系 目前还没有打探出来 伊尔知道不能再耽误下去 她避开所有探头 来到局长家中 准备用暴力手段撬开对方的嘴 突然局长妻子打来电话 伊尔示意给她一分钟解决问题 没想到手机屏幕上显示 黑帮混混挟持了局长妻子 张口要出一百万的添加 局长当即答应下来 不顾一切也要去救妻子 伊尔见状打算和对方作笔交易 那就是自己会提供帮助 救出她的妻子 而局长需要写下认罪书 以此来证明伊尔父亲的清白 画面一转 两人连同应急部部长 来到约定好的码头碰面 局长独自一人前去交易 以此来降低黑帮的警惕性 待时机成熟 伊尔会从侧翼提供支援 只见他悄无声息来到汽车旁 将黑帮的司机拿下 接着一脚油门冲向交易地点 见黑帮阵营被打乱 部长在旁火力全开 压制的黑帮抬不起头来 这时混混拔出手枪 对准局长妻子 局长挺身而出 替对方抗下致命一击 伊尔也在此刻开枪 将混混当场击毙 他赶忙跑到局长身边 不断询问对方 谁是幕后主使 局长拼尽全力 说出一个名字巴林 然后便领了河返 至于这个巴林是谁 所有人都一头雾水 回到局长家中 伊尔正在查找有关幕后主使的身份信息 这时 一个蒙面男子提着包 从卧室跳窗逃出 对方碰到的花瓶 引起伊尔的注意 他拔枪追了出去 对方身手敏捷 翻过铁门骑着摩托 很快消失在视野之中 不过 那个手提包却遗留在现场 伊尔从中发现局长的黑帐 想必里面一定存在有关巴林的信息 他把这一情况汇报给尤利亚 因为这足以证明自己父亲是无辜的 然而对方由言不尽 认为伊尔父亲和局长之间 存在雇佣合作关系 无论如何 伊尔父亲始终存在嫌疑 所以他不会放人 次日 伊尔的应急小组再次碰到紧急情况 一间钻石仓库正发生暴力抢劫案件 然而 伊尔到达现场时 发现这里运作一切正常 就在保安带着他们 逐个仓库进行检查时 一具尸体引起伊尔的注意 下一刻 双方爆发激烈的枪战 原来这些保安全部都是暴徒假冒的 他们且战且退 跳上一辆乡士货车 伊尔见状 抛出燃烧品 其他暴徒见状 抛下同伴 一脚油门 向外逃去 伊尔率人穷追不舍 并通过无线电向总部汇报情况 暴徒们见始终摆脱不掉伊尔 于是 在一个拐角 让人布下陷阱 伊尔车速很快 来不及刹车 车胎当场报废 他们没有停止追击 决定兵分两路 伊尔去负责继续追击 剩下的两人去解决布下陷阱的敌人 没想到 对方事先早有准备 在这里提前安排好摩托车 两名队员追捕魏国 将情况汇报给伊尔 这边 伊尔抢了一辆路人的汽车 向着对方追去 根据路上的蛛丝马迹 他顺利找到相识货车 这时 一辆黑色轿车从后方驶过 伊尔没有在意 来到货车跟前 他发现这里一片狼藉 暴徒全部惨死当场 这时 他听到一丝电流声 低头看去 汽油即将没过一根带电的电线 伊尔转头就跑 却又听到车厢内有人呻吟 看来还有火口 伊尔没有丝毫犹豫 将重伤的暴徒成功救出 下一刻 相视货车葬身于火海之中 经过简单的包扎 伊尔要把他送去医院抢救 因为对方极有可能知道 有关这起抢劫案的幕后主使 半路上 暴徒似乎是被对方的善举感化 又或者是因为被黑吃黑的仇恨 他把这起行动的来龙去脉 全部告诉给伊尔 幸运的是 半路上 他们碰到一个救护车 将伤者安顿好 伊尔打电话给应急部部长 让他去追查一个绰号为败查的小偷 因为对方是巴林的手下 如果能抓到此人 就可以顺头摸瓜 找出藏在幕后的巴林 伊尔按照情报 找到败查的藏身之处 没想到 对方因上厕所 侥幸逃出伊尔的包围 这时 屋外的应急小组成员得知消息 迅速开车紧跟败查 双方一前一后 驶进小路之中 警员拔枪就射 由于轮胎被打爆 败查一头撞到大树上 当场暴毙 追查巴林的线索再一次中断 这时 公司执行官给伊尔打去电话 根据他找到的线索 目前有两个钻石企业家 为伊尔父亲做了伪证 看着手机上发来的两人照片 伊尔果断行动 他找到其中一个钻石企业家 将对方脑袋摁在马桶里 经过一番折磨 他对自己做伪证公认不讳 伊尔则用手机将其拍摄下来 紧接着 带着这份证据 找到另外一个钻石企业家 并拿出视频给对方观看 画面一转 伊尔带着这两名钻石企业家 找到尤利亚 如今 人证物证据在 根据法律规定 他需要将伊尔父亲释放 次日 伊尔父亲出现在门前 一家人兴奋地拥抱在一起 生活看上去再一次走上正轨 应急部部长的一番话 让伊尔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巴林这个人 似乎与钻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执行官的公司 是当地最大的钻石企业 甚至有过交集 得知伊尔从来没有怀疑过对方时 应急部部长觉得 他应该去调查一下对方 晚上 伊尔翻进执行官的家中 发现让他三观近毁的一幕 自己的父亲竟然和对方有一腿 见秘密被撞破 伊尔父亲也没有隐瞒 早在15年前 他就已经出轨了 但碍于家庭上的情面 他和妻子一直维系着表面夫妻 实际上 心里一直爱着这位首席执行官 伊尔内心非常愤恨 他在公路上狂奔 拿路边大树撒起 他把部长约出来 将肚子里的苦水全部倒出 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 部长对此也不好发表自己的意见 只能做一个聆听者 此刻 伊尔甚至怀疑自己的父亲 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正人君子 说不定背地里 真干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无论他怎么想 工作还是要做的 次日 应急小组接到报案 银行的报警按钮突然跳着 恐怕发生紧急情况 他们赶到现场 正巧碰到两名安保公司的人员 拎着钞票准备上车 这时 从屋内又走出一名保安 对方眼下有个疤痕 与白天视频监控画面内 看到的暴徒一模一样 对方拉响手雷 在爆炸声中跳上逃亡的货车 货车内 这群暴徒正在撕扯脸上的人皮面具 看来 这次抢劫行为 他们早有预谋 应急小组立刻向总部汇报情况 伊尔刻意减缓车速 让对方误以为已经摆脱追踪 实际上 根据伊尔的追踪能力 对方无论如何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果不其然 敌人放松警惕 认为自己已经摆脱追捕 随即将货车开到一栋废弃大楼内 在这里 不仅有负责接应的同伙 还有三名被挟持的人质 伊尔和同伴端着手枪 悄无声息地来到二楼 这次对方人数众多 伊尔不敢拖打 他从队友手中接过冲锋枪 一枪解决掉准备枪杀人质的暴徒 这发子弹宛如捅了马蜂窝 暴徒们举起武器 开始疯狂还击 暴徒头目知道 对方敢两个人和自己硬碰硬 说明一定请求了增援 继续拖下去 对几方不利 随即带上小弟逃之夭夭 伊尔的同伴早在刚才战斗时 就已经回到车上 见敌人的货车驶出 他一脚油门紧随其后 没想到 一根铁管迎面袭来 险些要了他的小命 为了躲避这致命一击 他错失追踪暴徒的最好机会 没想到 对方兜兜转转 再次返回枪战现场 因为刚才还有一名暴徒没有死亡 头目担心对方会说出自己的身份 于是抬起冲锋枪将其击毙 伊尔反应神速 向枪声方向追去 可惜还是慢了一步 让他逃过一劫 尽管如此 伊尔还是在最后一刻 得知暴徒的藏身之地 按照对方提供的信息 应急小组成功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 然而 他们也不过是马仔而已 对于高层的决议浑然不止 案件一时之间陷入僵局 尤利亚认为 对方能够伪装其他人的相貌 说明暴徒内部一定存在极其擅长化妆的人 他计划从化妆师入手 对暴徒进行追查 巧合的是 当地只有剧院才有化妆师 而且 那里是警察局长妻子的办公地点 他再次调出局长家的监控录像 这次有了意外收获 那名入清局长家的小偷 手背上有一个蛇形纹身 而另一边 伊尔的母亲由于常年饱受病痛折磨 这一次再也支撑不住 伊尔得知消息 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看到父亲从病房走出 伊尔再也忍受不住 冲上前去 和对方推扫起来 并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父亲头上 他认为 正是因为父亲的出轨行为 才导致母亲落得今天这不田地 他要把真相告诉母亲 然而 当伊尔走进病房 看到憔悴的母亲 顿时心软了下来 安慰好母亲 伊尔回到车里 看着GPS上的红点 陷入沉思 原来 就在刚才和父亲推扫时 他悄悄把定位装置 塞到对方的口袋里 伊尔跟着父亲的车 来到执行官的公司楼下 监听器内传来不堪若耳的声音 伊尔刻意将气调小 此刻 父亲的形象轰然倒塌 因为 从他和执行官的对话中得知 当初由于分赃不均 他们便想方设法做掉警察局长 与此同时 尤利亚顺着蛇形纹身这条线索 找到那名进入局长家的小偷 小偷表示 这都是那名执行官一手策划的 他的目的 就是要栽赃陷害给局长 这时 伊尔也带着成果找到尤利亚 他得到的结论与小偷一模一样 并且还做出一个大胆的推论 巴林就是自己的父亲 伊尔一时之间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当着尤利亚的面 喝了不少福特甲 想以此缓解内心的痛苦 他碰到自己父亲 发誓要将他抓进监狱 父子俩就此反目成仇 伊尔内心很痛苦 想找母亲倾诉 当他来到病房 才发现母亲已经没有了呼吸 本片名叫警卫队 是俄罗斯最新上映的剧情 伊尔能否扛住这些二连三的打击 而他的父亲 是否是幕后主使巴林 让我们敬请期待接下来的内容